现在我们会做一条蛇 首先用绿色的黏土搓长 然后在头上剪开 成为了蛇的口 然后用红绿黏土做一个V字 再放入蛇的口中 成为了蛇 最后我们会屈一屈那条蛇 看上去就更生动了 现在就会做个蝴蝶 蝴蝶就是用黏土 剪开平均四分 然后搓成四个水滴 然后把四个水滴拼在一起 最后做一个黑色的V字 成为它的触角 这样就完成了 接下来会做一条蛇 我们拿一块橙色 然后跟一块白色混合了 就变成玉色 接下来搓成一条 在前面剪开它 成为它的触角 接下来搓成一条 卷成一卷 成为它的壳 现在会做两个人仔 因为我想它们差不多大小 我会拿一块 海绿色的黏土 分成两半 一半就做男仔 一半就做女仔 那女仔呢 那个就是三个型的 好像裙子那样的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两个头 差不多大小 我又拿一块黏土 剪开两半 就做了两个头 接下来 我就会拿一块黏土 剪开它 成为它的一对脚 然后手都一样 拿一块黏土 这样剪开两半 成为它的一对手 这样它们呢 会举手 好像欢呼一样 那女仔都是一样做法 那现在呢 会做一条 紫色的鱼 首先拿一块黏土 那我会做个鱼肚 是白色的 这样呢 做一条香肠 这样呢 接下来 鱼的底下 接下来 我把鱼肚拆开两条鱼肚 尾巴呢 慢慢拆它出来 这样呢 尾巴前面收窄 然后接下来 我会放些白色黏土 上去 然后呢 我想起 都想拆回鱼肚 在上面呢 那我就这样捏它 上来就可以了 这样呢 再在旁边呢 加两条鱼肚 这样就更加漂亮了 那接下来呢 可以慢慢收敏 那条鱼的形状 那鱼就完成了 那现在呢 就会做整个project 最难的红引了 那首先 抹一块黏土 搓完它 成为头 接下来 再抹一块黏土 搓长形的 成为它的身体 接下来 抹一块黏土 对开 做两只脚 然后呢 再抹一块黏土 也是搓成 好像香肠 那样 对开 就成为两只手 它也是 会举手 欢呼 那样的 那另外 那个红引的头呢 就有少少技巧了 就先抹一块黏土 对开 成为的耳朵 那耳朵有少少技巧 就是沾上去之后 拿那个牙签 在前面 插进去 这样呢 就做到个耳朵 有个孔的效果 和可以令到它黏得更加实 最后呢 将一个尖尖的鼻 放在正前面 然后把它放在身体里 搅拌 所有的配件 都已经全部做好了 这样呢 现在我示范一下 怎样呢 用白胶 将每一个作品 粘在画板上 这样呢 其实落一小滴 就已经够了 那我现在会示范 怎样黏那个太阳 那你见到 落小小滴 接着将太阳 粘在去 那其他的作品 都是这样黏的了 那希望大家 喜欢这个作品 谢谢大家